只需预设好航线,空中低势就能将乘客送到指定的地点。 12月28日,由一航智能自主研发的EH216-S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安徽省合肥市,完成全球商业首飞演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款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由一个机舱和8轴16个悬翼组成,机舱内搭配有显示屏,一次可搭乘两名乘客。 整个航空器机身长度6.05米,机身高度1.93米,最大正常平飞速度90公里每小时,具有纯电动,体积小,机动性强,噪音低等特点。 我们的飞机体积比较小,然后是垂直起降,它的对于起降面积的要求可能会比较的低,然后我们又是纯电动的绿色环保,而且噪音相对来说会比较让人的体感更舒适一些。 据李小娜介绍,该款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系统拥有预设航线、智慧调度、自动驾驶等功能。 目前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和标准试航证,是世界首个获得试航证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其实城市的拥堵是一个很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我们最终的核心的商业化逻辑还是做一个整个城市空中交通的大体系。 我们也计划在明年跟合肥市一起去做整个城市空中交通的一个超级的枢纽,去解决这个交通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场景方面,在消防应急、医疗救援这方面,包括物流运输,其实的场景化都是比较大的。 据合肥市低空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显示,未来,合肥市将重点发展低空经济,积极复化一批低空经济运营、运行新场景。 到2025年,合肥将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低空支撑,在科技研发、产业集聚、应用场景、标准规则、飞行保障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对于我们来讲,一个新兴的赛道的话,我们更需要首先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 因为我们也是存电动的,那合肥本身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它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全。 那第二点呢,就是合肥对于企业的这个扶持和包括这次我们需要的新的应用场景, 合肥也非常的把这个落岗状态即刻的打开,给我们做一个应用张影的开放。 那其实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目前企业生存或者是想要继续发展比较需要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也觉得跟合肥是一见如故。 优优独播剧场